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衷心感谢在座的评委老师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到这个舞台 高二那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的一个朗诵比赛 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 从那时起我就梦想有一天 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主持人 大学四年里我的专业呢是英语播音与主持 今天我站在这里将用我的实力告诉大家 我正朝着我的梦想前行 我是吕可欣25岁来自北京 好 时间到 好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环节呢 是一分钟的模拟主持 我们的主持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吗 好 计时开始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一分钟新闻报道 就在前不久啊 在悉尼Bowood经营Donut King的冯先生呢 就遇见了这么一件怪事 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生意赚来的钱 好好地存在银行里 却被人转走了 本台记者对冯先生进行采访时了解到 就在事发前啊 冯先生先后接到了四通 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 均无人应答 据冯先生说 自己平常生意繁忙 打错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他并未在意 后来呢 他的手机又收到了莫名其妙的短信 最终啊 是银行打来电话 告诉冯先生 他的七个存款账户中的钱呢 已被人转走 这下冯先生知道出大事了 在这里呢 澳洲中文电视台要给大家提个请 对于莫名其妙的来电 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及时去银行查看账户信息 及时更改密码 我是主持人吕可欣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分钟新闻报 谢谢 谢谢七号选手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上场的是八号选手 Diana 有请八号选手 Diana你好 30秒钟的自我介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记忆时开始 不好意思 好 大家好 我是八号选手Diana 我呢现在是一个在上海戏剧学院波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我呢现在 我是出生在澳洲的一个上海小姑娘 所以在很多朋友眼里 我是一个这样的女孩 Good night mate How you going 哎呀 都做三啦 所以呢希望我的这种时而彪害 时而嗲嗲的性格呢 可以深受大家的喜爱 也希望今天晚上的评委老师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能够在舞台上 电视上 展现自我的机会 时间到 好了 接下来是一分钟的模拟主持 好了 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吗 好 记忆时开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使杯澳洲中文电视台 冠名播出的娱乐新天地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Nana 今天啊 我们就来说一说 目前国内最火的 真人秀节目 最近啊 走在中国的大街上 几乎哪里都是真人秀的影子 那么真人秀 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不好意思大家 我的节目结束了 不好意思 真的结束了吗 真的结束了吗 那其实刚才那一幕呀 正是观众们 想要从真人秀里面 看到的一种真实 一种没有角色扮演 没有剧本的真实 而正是这种 在真人秀里面 当明星有口角 和一些摩擦的时候 这种戏剧性的冲突啊 正在吸引着观众 也是这种戏剧性的冲突 为节目创造了看点 好了 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 还合您胃口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的娱乐资讯 就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 Diana 让我也真人秀了一把 我还以为你真的是要走了 表演了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你 好 来下台准备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好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 是我们的9号选手 Michael 掌声有请 是我们复赛中的一匹黑马 看看今天表现怎么样呢 30秒钟的自我介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计时开始 各位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我们湖南人说 比赛输得很惨 会说把裤子都输掉了 初赛我输掉了 第25名 Tip进了复赛 第一名 我给他赢了回来 和几位年轻人追求梦想不一样 我站在这里 是为了我的两个女儿 Frieda和Savanna 因为我想让他们 为我感到骄傲 因为我想告诉他们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 love you girls I do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的是我们 一分钟的模拟主持 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吗 好 计时开始 各位观众 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我是主持人Michael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澳洲 澳洲中文电视台 及澳洲 Sorry 天使基金为您赞助播出的 Sorry 我能不能平复一下心情 可以 所以你还有40秒钟时间 不好意思 各位 因为我看到我的女儿 今天有点激动 因为上一次呢 我没有跟他们说 然后他们一直问我干什么 所以我今天说 我要来参加一个比赛 所以他们非常激动 一直跟我打电话 说 Daddy 你要好好参加 所以我非常激动 不好意思 因为我破了惯例 所以我向大家道歉 好了 你还有18秒钟时间 你要确定你要再注视吗 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时间 那么我想呢 我的比赛可能到这里结束了 但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我爱我的女儿 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 谢谢大家 好 谢谢Michael 你的比赛没有结束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环节 希望你在其他的环节中 能够表达出更好的自己 好吗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好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 是我们的10号选手 王硕 掌声有请 你好王硕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呢 是30秒钟的自我介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计时开始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lentina I'm 24 Now I'm doing the master degree project management in CineUni I'm very proud to be here and to show my talent and to spread my positive energy on public 大家好 我叫王硕 我从小就喜欢有声语言艺术 那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 在广播站的个人档案里面 我在梦想一栏填下这样一句话 让世界记住我的声音 那我希望我成为澳洲华人的猴舌 来讲述我们澳洲华人自己的故事 好 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呢 是一分钟时间的模拟主持 工作人员 准备好了吗 好 计时开始 山好水好心情好 好吃好玩好热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澳洲中文台 为您带来的漫步悉尼 我是主持人王硕 那在上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为您带来了 我们跟随我们的外景拍摄团队啊 一起看了我们一下 我们户外运动滑雪 这也是我们冬天的必备运动了 好多朋友呢 也是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想要投入大雪的怀抱了 一个朋友呢 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留言跟我说 大叔你怎么又胖了 哎我真想说这事不怪我 我们悉尼的好吃的呀 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们漫步悉尼走走停停 今天这站我们去哪呢 话说着美食天成独居一格 今天这站呢 我们就选在了天成阁 我们好好聊一聊吃 那今天冬天呢 也是悉尼降温降得很厉害 那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吃点热腾腾的中餐 也是我们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了 那以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一起跟随我们的摄像机 来看看今天 我为大家推荐了哪些美食吧 一起来看 谢谢 好谢谢 谢谢王硕 好了 那也请到后台来准备一下我们下一轮的比赛 嗯 好 随着刚刚10号选手的 模拟主持结束呢 我们第一轮的第一个环节的比赛 自我介绍和模拟主持呢 就到此结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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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